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李多海的老搭档李洞旭,两个人的行为举止相当亲密,也不像和朋友拍着好玩的短视频。算起来,李多海今年也已经37岁了,就算是女明星,也确实到了可以结婚的年纪。 他出道20年,一直靠俏皮,可爱的长相,被观众喜爱。《我的女孩》让李多海在中国爆红,之后更顺势进军内地影视圈,拍摄了《爱的秘方》、《我的女神》、《我的妈》等电视剧。 而《爱的秘方》更是他与李一峰的定情之作。李一峰出道的这些年,各种绯闻缠身,但真正被他承认的女友,只有李多海一个。 李多海,李李一峰大三岁,两人英系生情,明明是女主和男二,但两人,在剧方发布会上,却比官配还甜,恋爱的酸臭味,全部写在脸上。 后来李多海,提出分手,李一峰伤心欲绝,还跑到韩国求复合,一个痴情男形象,呼之欲出。 2015年,李一峰在李多海生日前后,频繁飞往韩国,还引发网友好奇,一度传出,两人已经复合。 那时李一峰已经,凭借《古剑奇谈》爆红了,是不是真的复合,外人也不清楚,只知道五年时间过去。 李一峰,成熟稳重了不少,除了杨幂外,几乎没再和其他女明星,传出绯闻,经常被狗仔蹲守的他,感情生活,似乎也是一片空白。 不知道上一段感情,受伤太深,还是没有遇到对的人。 不管怎么样,李多海已经先他一步步,入婚姻殿堂了。 可惜的是,李多海以前有多灵,现在的脸,就有多僵,哪怕是十级滤镜,也磨不掉,他脸上的肿胀感。 观众也只能,红眉眼尖,努力辨别出,当年周又龄的影子。 翻看李多海的作品,列表会发现,他已经快三年,没有星座了。 2018年,他拍了电视剧,还打上了,阔别四年,回归迎平的噱头,但依旧无人问津。 虽然大众一直嘲讽,韩国女星太多整容脸,但近几年,韩国娱乐圈的审美,也在变。 像孙艺珍这种眼角,有皱纹,法令纹加深的女星,才是观众,更能欣赏的美人。 而李多海在整容之风,最盛行的那段时间,把自己做成了整容怪,各种改头换面,脸不填充,整变样很快,但是要变回原样,就没那么简单了。 可以看得出,这两年李多海,已经在尽可能地,不折腾自己的脸,但过度整容,留下的后遗症,却让他难以接到细约。 如今的生活常态,就是遛遛狗,给威声站站台,或许,大伙时已经给他积累了,足够的经济实力。 如今他可以靠着,人气剩余红利,滋润地过着,自己的小日子,回想他的感情,和演艺经历,也算是,轰裂过,辉煌过,过境千番,也让人唏嘘啊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